好嗨啦 居然破音了 然後我們今天 因為是魚匠的生日公演 所以我們來聊的話題就是 就是 有錢一定會任性嗎 對 誰說有錢一定會任性的 我人就不任性為什麼會任性 那你要問一下魚匠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好像 那每一次發了工資 然後隔天就會大包小包的是誰啊 是誰啊 第二天就會躺在床上流淚啊 誰啊 那是誰啊 肯定不是魚匠啦 對 不是我 一定是Mio 對 是Mio 背一下鍋 背一下鍋 Mio這個鍋給你呢 這個鍋給你 苦是我苦 這個鍋我背 你說你為什麼會這麼任性 說 加油 說一位胖的出來打一架 為什麼任性呢 是因為 為什麼呢 任性不起來 因為 因為我知道 因為變身需要補身體 對不對 然後 因為如果不吃飽的話 變身就會中間卡殼 就沒有辦法拯救世界了 所以要吃飽 然後變身的裝備也蠻貴 所以就是比較任性一點 是這樣嗎 因為要拯救世界 我要跑很多個地方 所以那個路費是必須的 對對對 什麼收費帳啊 然後就是都比較貴 然後燒汽油也會比較貴 我感覺 一個從來沒有有錢過的人 在這裡裝有錢任性 真的好心酸喔 沒有笑的嗎 好 我也好想任性一次 我都不知道任性是什麼味道 任性 因為從來都沒有錢 可是 還是妳有肉鬆餅啊 對呀 吃肉鬆餅 她的肉鬆餅都是從我這拿的 還是妳任性 有一次我都沒有睡醒 她就跑到我房間偷偷摸摸說 喵喵 你的肉鬆餅在哪裡 是這種聲音嗎 很小聲很小聲的 沒有 我已經就是肉鬆餅被我 被我鎖在那個 劇場的箱子裡面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能帶回去 因為一帶回去 我就得吃 然後我就放在劇場 上公演前吃 一個肉鬆餅 然後亮餅 然後吃完之後就上過 你就是現在這種樣子 對 所以我也有偷偷吃 要不然就沒力氣啊 吃完之後整個人都好了 我剛剛在 我剛剛在 就是妳聽我今天聲音 有點性感有沒有 就是很有磁性 我也自己帶著點磁性 就是本來今天身體 就是有點勞累 然後但是吃完肉鬆餅 之後整個人都比較亢奮 所以謝謝妳 那就吃肉鬆餅 就是我唯一認性的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有錢 好像真的會比較任性 就我有一次去快遞 是拿快遞 然後看到前輩們的快遞 他們是這樣的 好高 而且是這麼寬 還有就是他們 他們買 都他們不喝 不喝中心的水 他們都是在買那種礦泉水 還是那種很貴 就是我都不知道的牌子 買好幾箱在那裡 不要說了 好謝謝自己 想到這裡 然後我就默默地 拿著我的熱水壺 去接了熱水壺 回房間 幹嘛這麼心態 你還有很多肉鬆餅的 對 最後出售 然後讓看一下 讓沛欣說一下 到底有些時候任性到什麼程度 你一看今天的公演 我們這個賣就很任性 是不是 對 很符合我的style 有錢人才可以用 Roses Roses I love you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有錢 就是 你也可以選擇任性 也可以選擇不任性 但是 解約是我們的傳統美德 所以我們還是要 冠償我們的傳統美德 小溫菲你好正統喔 對 所以一起欣賞接下來的Unit吧 耶